哈囉大家好我是秒哈 我們很久沒有打開我的NS Switch啦 那今天是那個王牌釣手的第二代發售 那他的全名叫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買錯版本了 如果有人看到我的社群就知道 我有發文說我買錯版本了 那這也是一個任天堂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某些部分的遊戲會分成不同地區 就會有不同版本的語言 那譬如說你像有些Pokemon的大作 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就是Pokemon就是你買不管你哪一區買 他都會有各種語言都含在裡面 那有一些遊戲不是 像我現在我們這一款遊戲 他就是這個狀況 我在我掛在日文區 我買了日文的那個版本 他就只有日文跟英文 那如果你要買中文的版本 你必須切回香港區區那邊買 然後他就只會有中文的版本 然後就不會有日文、英文的版本 所以在我們的遊戲 他已經買了 不能退廢了 我們只能來學英文或者是日文 那日文的話 我得特別切出去 把我整台主機變成日文 不然他現在預設是英文 那我想說我們先用英文來玩看看好了 因為畢竟大家應該比較多是看得懂英文的 那至少我看不懂 你們看得懂也可以幫我來糾正一下 那這一款水族遊戲 釣魚遊戲 到底叫什麼東西 我們之後反正補在標題一定會有 這一款就是我們之前有試玩第一代 那它第二代出了 號稱有200種圖鑑 我當時非常的期待 現在我這200種魚 我都完全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了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吧 你知道反正總是全部都按yes就對了 你說什麼都好 我已經隨便了 我們今天就是來學英文的 唯一往心裡覺得比較能 覺得心裡舒服一點 往好處想的部分就是 最近的日幣比較便宜 所以我買日文版本的 會比買香港版本的 好像便宜的一兩百塊吧 我寧願負責一兩百塊多一個翻譯啊 還要創角色 它這麼細喔 你是動物生有惠是不是啦 啊你動物生有惠的話 你就要跟它抄的一樣 就是讓它那個 所有的語言都涵蓋在裡面 不要分兩個一起賣啊 喔它 它其實是男女的臉是一樣 只差在髮型而已耶 所以它沒有分成男女人 所以它搞不好下面有一個 非常雄壯威武的東西 你都不知道 哇賽它連衣服都可以選耶 太酷了吧 我們是不是光捏角色 我就要花一小時了 我們竟然一開始就可以拿這麼酷炫的武器喔 哇 我在想它會有捏造型 應該是它有線上模式 完了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跟別人對話了 欸我們做好了 welcome English more we are learning English now 哇 欸它的介面真的先不講我買錯的問題 我覺得它這個介面好讚喔 怎麼辦 好啦不然這樣好了 雖然我覺得不可能 假設我們今天的第一集影片 有辦法破萬 那就表示我還可以拿一點點成本回來 雖然可能沒有辦法拿到整部遊戲的成本 假設這一集有破萬 我就去再買一次中文版 但是我覺得不可能 最近的觀看真的慘到不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嘿蕾兒 那個誰啊 它告訴我一個真的什麼東西 蛤為什麼有一點Pokemon在劇情感啊 為什麼你可以講話 是這個嗎 有些魚是可以講話的 完了我們已經 語言有障礙了 然後魚又講話 我們真的有辦法溝通嗎 欸它的畫面真的很讚 不是我在講欸啊 天啊 這好動物生有惠的感覺喔 它可以還繼續跟它講話欸 但是我沒有很想跟你講話欸 這件是什麼 Ready to play 它也不能按 我們可能還是要先照著箭頭前進 這個水族館 喔它的這個 我們玩了第一代以後 看了這個第二代 它的那個3D的感覺真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的做得很棒欸 就是目前感嘆下來 欸拜託 觀看破萬 就是你們不用抖內沒關係 但是觀看如果可以破萬 我就可以回本 我就再買音了 我好想要中文喔 哈哈哈哈 嗨蕾兒 它是 完了 出現了我們的魚類名稱 還是這是它的名字叫做 憤怒魚 Angela Angela Fish 可是它軸上有個花欸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不存在的生物吧 對了 所以我們有一些魚類名稱 搞不好根本是不存在的欸 這是它的可愛的Darling 好我覺得我們這邊對話真的跳過啊 不行啊 Sure 隨便啦都選第一個就對了 反正它不影響劇情啊 它這個看這個 它這個造型其實蠻可愛的欸 這個真的不是Pokemon球嗎 你這樣真的沒問題吧 雖然都是霓天兜的啦 嗯 它日文說我們選擇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們現在只能去一個地方 我們完全沒有50塊對不對 真的欸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Tiki可以去玩 所以我們只能用這個 所以我們要用 一個Tiki來測試玩這個嗎 喔它是 會出現什麼魚呢 喔大白鯊 它說是人氣的魚呢 有日文的念法我就可以翻譯了 登登登登登 達成目標 所以我們開通了第一個 喔新的區域開啟 什麼東西的區域開啟了 大白鯊 它甚至是我們的Logo 所以看起來第一抽都永遠是大白鯊 它現在在介紹這些area 但我全部都看不懂 喔這應該是故事模式喔 這看起來像賭城欸 我們看了這些區域 我們只能一個一個區域 它寫Party 這感覺是多人的 minigame 可以跟NPC玩 Online的 它上面寫Online 所以難怪要捏角色 這應該是我們可以換角色的地方 這台機器我也很好奇 Lucky什麼東西 什麼是幸運輪盤之類的 我們每30分都可以抽一次 所以它這應該跟上一代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抽第一抽了嗎 它竟然不讓我離開 喔它給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這叫什麼 平板 然後給我們100塊去玩 喔會不會直接用錢花到沒有 然後完全沒辦法賺錢 裡面有錢錢欸 我要去撿那個褲東西 所以這裡是一個會隨時掉錢的地方嗎 My darling 請問它是在烤我魚類知識啊 我選第一個就對了 完蛋了 它會再來一次嗎 我們可以一直猜到對為止欸 我還要再第三個 我突然覺得我是不是要轉成日文版了 日文版好歹會有一些漢字吧 哇我們猜對了耶 我們好厲害喔 得到15塊 反正可以猜到對為止嗎 不行欸我真的覺得 我們語言不對少了一些好多樂趣喔 好難過喔 OK這一邊的英文是 Which animals are sometimes called the werbers of the sea 什麼樣的動物被稱之為海洋的浪生嗎 之類的嗎 我在猜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那個 河豚吧 啊 They hung in the path 欸完了我現在真的覺得我在考音聽 英文測驗欸 白痴喔 我要猜第一個 OK太棒了 完全不知道做了什麼 還有 某個東西死的時候是因為它停止了游泳 但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不能呼吸 without a burning 這個應該是溺死之類的吧 這個應該是溺死之類的吧 他們不能呼吸 糟糕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是誰 Sardinis 是什麼生物阿 這個就算出現日文的我也不會阿 救命阿 我們可以開始釣魚了嗎 我們要先去哪一個管 這個應該是我們熟悉的那個機台 不管 我要去這亮晶晶的地方 shack 鯊魚的 什麼東西 Same Same Fever 啊 推潛機耶 喔 有東西了 喔 好好玩喔 好療癒喔 啊上面那個是不下來了是不是 可以吧 可以吧 應該可以推到吧 感覺快下來了耶 欸 那鯊魚在旋轉 好可愛喔 完了完了 錢卡住 一塊 兩塊 不行不行 我們還沒賺回來 而且我發現它前面有個籃子耶 我們要剛好在籃子 籃子掉進去的地方 我們才有辦法把球給弄到是不是 這也太難了 喔 掉到籃子裡有加分耶 喔 要這樣子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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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 所以掉到 到到籃子裡會有特別的球球跑出來 感覺現在好像前面有機會喔 有機會嗎 有吧 籃子 玩到請家蕩蕩 請問這遊戲可以充毒蕩嗎 籃子有了 好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能再貪了 我們已經花了快五十塊了 然後它就是不下來 這邊全部擠得塞車一樣 氣死我了 好啦 我覺得我們等我們賺完錢再來這個地方吧 OK 我們花了快五十塊來體驗了這個推幣機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當你錢賺到很多沒地方發 不像我一開始一敗家就進來的話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來 這個地方賺個錢了嗎 來看一下它的畫面 應該一開始還是一樣 因為畢竟它說可以繼承資料 怎麼辦 我真的覺得玩個一下 我有可能真的需要買中文耶 沒有想到它的中文需求量這麼大耶 但是真的就是直接虧一千多塊了 為了這個觀看可能不一定會好的東西 這裡真的是熟悉的畫面 它沒有把資料記起來 所以當時玩的版本可能也有差 喔 有一點 喔 對喔 要轉齁 對齁 要轉齁 我都忘記剩一款遊戲手會很痠了 OK 我們賺了十九塊嗎 啊 斷了 哇 直接虧了 剩一塊 這這是什麼 總之先拿怪 三塊錢 啊 不 說有掉跟沒掉一樣 有一個好彩色的傢伙 但是我沒有自信把它掉起來 因為我現在只有三塊 蛤 這什麼 Pokemon GET 打誓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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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塊 看到我賺了二十二塊 我們先衝一下 衝個五十好了 來挑戰大的 武器他之前好像有相對應的顏色 可是這好像看不太出來 好啦你們誰要吃快點 No more roll WEEE 阿暈到了 喔這是那個欸,動森那隻釣起來會有鱈魚子之類的傢伙 完了!BOSS來了! 登登! 欸不是他們的音效咧 something is coming 他會lag 哈哈哈哈 WEEE! 誰是誰? 大家抓章魚 我們曾經釣過他 哇,你們誰被誰一直上鉤啊 你的嘴巴在哪裡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被人戳到其中一個按鍵導致的東西 100 damage欸,他暈了,可是我沒錢拉他回來了 哇,不行欸 拿到了! 我們花那麼多錢 等一下,我記得我們剛進來的時候大概是260幾塊 欸不對,我們是200幾,所以我們是有賺的 那我們這時候收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剛剛釣到了一些這些傢伙 喔有撞回來有撞回來 不要虧就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玩推BG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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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玩推BG 對不起啊,我只看得懂推BG啦 他應該是那個區域會有 哇賽,好漂亮喔 剛好今天來,剛好這個還不知道怎麼玩的情況 我們來稍微逛一下 呃,這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會進去看到像是動物聲 哇好美喔 他旁邊的景座很棒欸 哇賽,好講究喔 還有洗手台欸 還有滅火器 他這裡出現了一個很像中文的東西 但他其實是日文 這應該是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 那個轉蛋就是我們 轉出來水族館的魚嗎 所以我們有一隻大白鯊了 他就是要靠你去賺錢去收集這水族館的魚 我理解了 這大白鯊也太急了吧 在這個世界 他這樣真的很爽欸 就是你可以就拼命的花錢去釣魚 呃,花錢釣魚賺錢 然後你再去抽轉蛋 然後去擠滿你的這個水族欸 好棒喔 好喜歡喔 但我看不懂 哈哈哈哈 欸不行欸 我真的 我現在是真的有一點心動 要再花一次錢去買中文的 雖然真的是虧啦 這一邊感覺是五隻魚 二十隻魚 幾隻魚的成就嗎 這邊也還不太確定是什麼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圖鑑 喔真的很多隻魚欸 確實可能加一加確實有 欸我看到了 他有寫 呃,右上角的地方 總共有263種魚可以去收集 所以他確實是一個可以玩很久的遊戲 然後這是每30分鐘可以轉一次的那個輪牌 給我錢 他給我票喔 我們現在有11張這個票 可是這票要幹嘛 這是換角色衣服的地方 這個是online 我覺得online先不要 小遊戲我還蠻好奇的 但我不知道我看不看懂 小遊戲他 我們之前有玩過一些 那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新的 還是說他是繼承的 我們來看一下 喔他的字體好可愛喔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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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樣 吧 呃,這個一樣 白癡 這個我們完全全 完全沒辦法玩了 他這個是在烤烤題的 這個也一樣 這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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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一樣 喔這個我玩了 所以大概有多了四五個 然後我們 我發現我們真的需要中文 這個我們玩不了了耶 英文欸 酷啊 我們先看 這個是我感覺目前看起來最有興趣 要花五塊 哈哈哈哈 還是他可以賺五塊 Z、L跟Z、R OMG這個畫面 真的是那遊戲機台耶 好酷喔 好酷喔 OK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紅色的是我 我在那邊背景可以這樣動 然後他 打 現在按了還沒有反應 所以可能要進去按Ready以後才知道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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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種多人就是不知道他臉性誰 喔嗚喔 他剛剛那個金色的誰 啊 我打到了嗎 還是 這MPC N 好酷喔 耶啊 耶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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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現在發現這個MPC也太慢了 你看我跟他火焰的速度偏差地 喔!好紓壓喔 這畫面好懷念喔 我的天啊 欸不是欸,可是 可是這個好沒有成就感喔 好,我覺得我們其他小遊戲之後再來看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稍微逛一下 他是一個怎樣的遊戲 雖然我本來預計是要開始就直接衝 我們的主線劇情 但是目前看下來我們真的衝不了 我們需要繁體中文版的 可是我也很怕說 我真的還是要看一下實際狀況 因為畢竟最近的影片觀看真的有點慘 假設我今天這個影片試出去只有兩千觀看 我還要硬買一個一千多塊的東西 那我真的會蠻虧的 就會變到說那我是不是說我這款遊戲 我就要放棄他了 然後變成有人說自己私下玩之類的 就自己私下慢慢摸的英文的 所以可能會稍微需要一下大家的觀看點擊 也同時像是做意見調查表啦 幫我看一下說 欸,你們有興趣再往下看這款遊戲嗎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說 真的也是很尷尬 那當然問題也是在於我啦 就是買錯的部分 所以變到說多了一筆金額要往上 唉 啊 which is another name of the lionfish 狮子魚的另外一個名字叫什麼名字 這個吧 rooster 不是,你是什麼 他 狮子魚應該是叫惡魔魚 哇,換我還有其他翻譯 Chicken fish Turkey fish 他就只剩鯨魚 火鯨魚 rooster 啊,rooster是攻擊魚 那我猜Turkey OK 所以我們學到了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 呃 他,他叫Turkey 好,我們還是偷看一下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那個卡巴 假和童少年們還在嗎 喔,不一樣耶 他是以我們的角色下去玩耶 他是什麼什麼傳說 好帥耶 呃,地球有70%都是水 應該說都是海洋 孕育了很多東西 我們有很多不知道的生物在裡面 這好像跟那個之前的那個 講的對話好像是差不多的東西 哇塞 第一章節 傳說中的釣手 這跟之前好像也是有一點 有一點印象 哇得了了 有一個非常不巨大的什麼東西出來了 蛤,他有毒 好可愛 什麼東西 去 怪物的什麼什麼魚 哎,他配音很棒耶 沒有啊,我覺得我真的不行 我受不了了 這我們真的要 我先關掉 我不想捏到 我本來想說進去稍微看一下 結果我一看下去我覺得我好有興趣哦 哦,我想賣繁體中文版的啦 我怎麼會買錯啦 哈哈哈哈哈哈 也真的只能當算啦 投資啊 衰啦 當投資失敗的一個小部分啦 所以下一次我應該會 買中文版的給大家看 那現在就是給大家看一下英文版 長這個樣子 那我也順便看一下 他的 我做一個心理準備看一下 這一集的觀看會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還有什麼地方沒有跑步 看一下 最後我來看一下我們還有漏什麼嗎 這裡往下走 哦 他真的做得很像那一種 水族世界的感覺 這可以釣魚嗎 所以我的魚竿真的是在拿手上是裝飾用耶 貝殼的釣燈 欸,我們靠近 我們推幣機他剛剛是有存著我們的紀錄在的吧 應該不會是整個新的再來吧 雖然講實在我們要買新中文版的話 這個地方也沒差 有耶,他還在耶 手劍 欸,不對耶 我發現他上面把我的錢清空了耶 上面那一排的全清掉了耶 所以他還是還蠻坑的耶 你要的話就是一次弄 不要分開去用 哇 OK,我們可以當這個買經驗 呵呵呵 особенно 花台幣買遊戲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呃,用這個看比較快一點 這個 是我們剛剛玩的機台 這個是故事模式看起來很香 這個是 我們花了我們很多錢的機台 這個是 收集200多種的魚圖件 主大廳 應該沒差吧 那這是角色的部分 然後這一個是 小遊戲 那這是Online的部分 Online應該就是小遊戲或者是機台 那等我們熟悉一點之後再說 那這是每30分鐘可以抽一次 那這邊是我們的 美日蓋章 那這一邊是什麼東西呢 成就嗎?喔真的耶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這些券就是了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 還不錯的設計 因為它其實在玩的機台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狠一點 你確實是可以把你的錢全部灰灑光 但它不至於讓你灰灑光 以後你就不能玩 因為有一個30分鐘就可以拿錢的機台 所以它確實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蠻療癒 讓你可以紓壓的遊戲 但同時你也要小心一點 它也有點賭博性質的感覺 滿足你不能做賭博的娛樂 呃...遊戲性的賭博 但不是賭真的錢的部分 旁邊這個 好酷喔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只是它的展示 那我們現在來抽抽 我們現在也不能去下面的地方 我們來抽這個 金銀卷 它剩五張 喔...我知道了 金色的是稀有 然後這個是... 一般...我們先抽看一般款的 連五抽 喔...它說金色的光了 好獵人期待啊 喔...有一個金喔 會出現什麼樣的魚呢 是稀有的魚呢 可是它看起來還好 它看起來是什麼埃及 所以這一隻... 我們現在可以來學那個...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這一集 其實目的是為了大家 學英文有沒有 我用心良苦啊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河豚的英文叫... 那是不是這樣發音 我不知道 然後這一隻... 大概是石斑吧 然後它的英文叫做... Gropper 是這樣唸嗎 然後這一隻我就不知道它是什麼 總之是某一種珊瑚礁類的魚 它叫做... 黃金什麼東西 這是白帶魚嗎 Belter fish Belter... 欸其實它是蠻有趣的欸 它這個... 它這個Belter應該是 腰帶的英文 所以它因為長長的關係 所以它叫Belter fish 腰帶的魚 它應該是白帶魚吧 欸我這樣我真的覺得 它中文翻譯起來會很辛苦欸 好累喔 達成了一個目標 喔我們解鎖了一個區域了 Open 嗯 藍色的洞 的區域 我想要先把券全部刷過 反正沒差 再來五抽 欸很爽欸 還可以滿足你平常抽... 東西的慾望欸 哇喔彩色的 兩個金欸 哇喔 欸我們大家熟知的小丑魚 Crown fish 來了 誰 呃... Golden Grey White 總之就是金... 黃金大白砂 哈哈 不存在的魚 又來了這個 奇怪的埃及筆目魚 所以筆目魚的英文大概是這個 Ronder 它後面 它也... 它其實英文猜字可以看得到欸 它後面就有一個Under 所以它應該算是Under 就是往底下的意思 棒 棒 喔喔喔喔喔喔 我們的金鯊 Wheelshock 所以它就是金魚這樣 欸真的是金鯊欸 金魚跟鯊魚的英文和諧 有沒有 看喵哈台學英文啊 哈哈 所以抽到重複的 它就會變成一塊錢 欸 深海 喔我們只剩3抽了 喔再次... 欸喔喔有個彩色光 我們又有彩色光了 喔真的出現了筆木魚 好特別喔 小月份嗎 然後Flow Under 哇喔 Ice Break Whale 總之就是冰山類的金魚 然後這個深海區的魚看起來還好 但是平均一下吧 我們就各抽個兩抽吧 我們的金色券 抽一抽 所以是金球 金色的卡折 呃他叫什麼來的 就是那個動物生友會 也可以撈得到的深海魚 他的英文是 哇啊 Fish不會發音啊 他到底是發O還是R 欸這是深海魚區 啊 抽到重複了 浪費浪費浪費了 所以是鬼的是 烏賊吧 Giant 巨大烏賊 喔 彩色的喔 全是巫賊啦 所以我現在大概懂了 我們 呃 我們左邊的區域是 觀賞我們抽到的魚 右邊的區域是 你抽到第幾隻魚後 他會往下解鎖那個區域 才可以往下去開通那些魚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抽到的魚 他如果放進去以後會多幾 已經12隻了 然後終於是有一堆體型超大的 他怎麼突然變小 哇他下面是空的耶 還可以看 喔 攝影機跟蹤的部分 那個藍色棒殼 我動物生友會 我當時也是全部都是動物生 當時撈很久的傢伙 那個金沙在後面看起來很害怕 哇塞他連上面的部分都做出來耶 好猛喔 還要找一下耶 12隻耶 下面都是筆木魚們 喔 這是西洋 哇塞 右邊那隻你會不會太大了 他不會一口把左邊那隻吃掉嗎 這隻是剛剛那隻彩色的冰沙 呃不是冰沙 冰山的某一種金魚 應該是不存在的 好恐怖喔 好驚悚喔 我記得他好像還有恐龍不是嗎 然後這是深海的 深海的我們剛剛兩抽是抽到一樣的 不然我沒記錯的話 喔音樂變了耶 哇 他景好讚喔 好棒喔 可是你怎麼都不動啊 這是你去水族館絕對看不到的畫面 哇塞 哇塞 欸 我真的好像動物生有惠的那個DLC水族箱世界的感覺喔 喔好棒喔 這地板的那個青苔石磚感 然後這是我們抽到的金色的傢伙 看一下他背景 有點岩漿區域的感覺 好帥喔 有一種古代 呃 遺跡的紋路 感覺 他下面這裡也有耶 這邊應該是小章魚吧 好好期待喔 好想玩喔 深海的 抽到動森那隻不知道是什麼的傢伙 還是他混在裡面我剛剛沒看到 喔他真的欸 喔所以他兩邊 啊 OK 這就是我們剛剛抽到重複的是這個啦 所以他有一些條件 可能是你要滿幾隻魚 才能解鎖這個區域 我真的 是心思很細讓你玩很久了 啊怎麼他的 所以他這個跟動森的感覺很像 所以他真的是這樣斜斜的 我有沒有點不了他 可是他這裡可以放大看他 好猛喔 我這還有介紹 What the 這會做噩夢啦 喔好棒喔 真的不愧是完全就是 專業的水族遊戲耶 那這樣的話我真的還滿期待我們之後玩的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不行 我等於是 我被安利了嗎 我等於是被廣告到 我等於是 我完了 這個東西 你現在叫我放棄這款遊戲 不行 而且為了中文 我們就等於是 我等於是 我要再花一千多塊去買他的翻譯啦 好啦 我們今天先這樣吧 已經逛了非常的多 我錄影其實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 那我們等於是稍微摸了一下 他這一款 第二代 他到底更新了些什麼東西 那我本來 我當時真的非常擔心他跟第一代 其實內容會差不多 因為他當時有說 資料是可以轉移過來的 那我想完蛋 那機台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再這樣他樂趣在哪 可是可以發現說 他的這個水族箱的設計真的很厲害 然後再來是 他多了 小遊戲也多了將近一倍 就是將近兩倍 一倍兩倍 反正他就多了 比他再多了五個樣子 然後他的故事劇情感覺也不太一樣 那他人物上也在做了一個設計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非常值得 但講反過來來說 第一代好像就沒有買的必要 假設你沒有買第一代的人 那第一代真的可以不考慮 那所以我們其實 好啦我把它當成我買了第一代 只是不小心買了兩個第二代的錢了 那我們今天的 他到底是不是叫王牌投手 我現在才不知道他到底叫什麼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的 王牌什麼投手 不是王牌投手 我剛講王牌投手 王牌掉手的水族箱 還是水族館什麼東西之類的 這個什麼AC Angel 真的欸 水族館世界 那我們先到這裡啦 下一集 你就會看到我花了一千多塊去買中文版了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大家掰掰 如果希望不會放鬆 我們下集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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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水族